因此警方是高度戒备 来看看包括是东岸的白宫到西岸的洛杉矶等地 大部分的商家都很紧张 用这木板把个店妹给盯得牢牢的 就是担心可能会出现暴动 请看本台特派记者来自华府跟洛杉矶的第一手观察 警察手拿胡椒喷雾不断驱散集会民众 现场一片混乱 民众嘴里喊着口号 贝卡罗莱纳州10月31号一场催票集会 警方却对群众发射胡椒喷雾 同样混乱场面还有德州 放眼望去将近100辆汽车 全都插上支持川普的旗帜 把拜登阵营巴士团团包围 迫使拜登团队取消德州造势活动 为了避免宣局日发生骚乱 白宫附近的政府机构全都设置栅栏 警方也已经高度戒备 其实除了国民兵之外 这一次是前所未有的 就是国土安全部 要他们旗下单位要待命 目前有250名国民兵在白宫待命 全国则有3671名国民兵待命 因为根据暴乱法规定 如果确认暴乱情形 无法透过正常司法程序解决 总统就可以出动武装部队 不需州长同意 在白宫对面的药房全都被木板给封起来 镜头转到美西 而观光客到洛杉矶一定会造访的名牌精品大街 Rodeo Drive 你看看背后的路易威登 Louis Vuitton门口是大牌长龙 因为明天开始就要至少进行两天的封街 不只精品大街城中区平价的商店街 几个月前曾经被采接抢夺 选前几乎整个封死 美国商界领袖也呼吁 就算选举结果出现争议 各界也应该保持冷静 就是不希望川白大选对决 演变成街道上的大乱斗 记者龚邦华林思惠 邹倩玲美国采访报导